眼前这位小女孩名叫乐乐,除了长得非常可爱之外,最让人惊讶的就是她在这座岛上一共有180多个伙伴,而且这些伙伴还都是生活在岛上的猴子。 是的,你没有听错,乐乐竟然能和难以相处的猴子成为朋友。 她每天都在和猴子们玩耍,还给一两个关系尤为要好的猴子做脸部按摩。 要知道猴子生性嚣张,怎么会让一个小女孩随意触碰呢? 这个时候知晓一切的妈妈给出了答案,原来乐乐从小就生活在这座猴岛上,因为这里没有其他的小孩子,导致能够陪乐乐玩耍的就只有这些小猴子了。 那个时候的妈妈教乐乐拿食物喂养小猴子们,以此来换取真心,让对方放下戒备。 乐乐也对这样的行为乐在其中,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,乐乐成为了所有猴子的团宠。 岛上180只小猴子都对乐乐非常熟悉,虽然做不到每一个关系都非常好,但只要乐乐对着大山深处呼喊,猴子大军就会迅速奔腾而下。 可以看到有的猴子脱家带口的就来了,也有揣着手手独自奔跑的,他们纷纷在乐乐身旁集合,享受着老大带给他们的美食。 可以说猴岛上大大小小的猴子都是乐乐的小弟。 对于他们双方而言,老猴子是看着乐乐长大的,而小猴子则是乐乐看着长大的。 他们不仅仅是朋友,在长期的相处中早就成为了家人。 当然一开始也有不待见乐乐的猴子,但在其他猴子的共同教育下,如今也放下了戒备,在乐乐的抚摸下就像个乖宝宝。 反观这几只公猴仗着自己有几分帅气,就对着乐乐呲牙咧咧嘴,本以为他会对乐乐产生伤害,却殊不知在下一秒就被乐乐拉手手做游戏。 乐乐仿佛在说,看你这尖嘴猴腮的样子,哪来的自信凶我? 但面对这样时不时朝着人类呲牙咧嘴的猴子,乐乐却说自己完全没有感到害怕,还觉得小猴子们很可爱,每天都和他们一起玩。 小猴子们也很亲近他,他们会陪乐乐荡秋千,还会和乐乐一起沐浴夕阳。 奶奶也说乐乐是岛上唯一的小孩,从小没有伙伴的他其实很孤独。 好在这些小猴子们成为了他的家人和朋友。 如今的乐乐已经九岁了,他依然很照顾这群陪伴了他九年的小猴子们。 就比如当乐乐在给大家分发食物的时候,突然发现有被排挤的猴子, 那么乐乐就会主动上前安抚对方,并拿出新的食物给他。 他不希望有一只猴子是孤独的,因为他自己品尝过孤独的滋味。 这个小女孩就像个傻瓜一样,没想着去外面的世界到处走走,却时时刻刻心系着他的猴子朋友们。 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,妈妈为了纪念乐乐跟猴子们成为朋友的九周年, 特地准备了丰厚的食物让大家庆祝,乐乐也参与了进去并乐在其中。 随着食物被摆成一个爱心后,因为乐乐的一声呼唤,猴群都来到这里聚餐。 这时由所有小猴子围成的一个爱心就呈现了出来。 看到这一幕的乐乐露出了幸福快乐的微笑, 真心希望这份纯真的友谊能永远持续下去。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,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